我那天講到第三分鐘的時候 現場還是安靜 然後我就真的在想要不要表演 我目前覺得我幹得過最荒謬 是就是我到現在還在做 我是清水 那今天呢很高興 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黑毛屋的冬季限定的鍋物 它叫鹽渠鍋 那鹽渠呢它本身它富含豐富的維生素 所以它在日本 它其實是有一個名字 叫做 長壽的秘密武器 那鹽渠鍋呢 它主要是以蒜蒜鍋湯底 跟我們的味噌 還有加上我們的鹽渠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這個來賓呢 他是在6月的時候 有站上喜劇演員 龍龍的專長的開場嘉賓 9月的時候有在二三喜劇 就要請參加焦點之夜 那我們掌聲歡迎BOSS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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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張 嘿大家好 我是BOSS 更正一下 我跟龍龍是全國巡演 11月我也有一場焦點之夜 好 BOSS先跟觀眾簡單講一下 什麼是喜劇好了 或是你在講什麼喜劇 我是現在在做單口喜劇 就大家說的Stanard這樣 然後他很簡單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人 然後站在台上 講笑話給兜觀眾笑 因為喜劇很多形式 有漫才、相聲或是即興劇類似 通常都是兩個人以上 但單口就是一個人 然後你要面對全部的觀眾 你今天如果炸場 你就可以享受全場觀眾笑聲 那是你一個一個一個 那如果是另外一個 但如果真的是炸場 那可能就是你自己要承擔那五分鐘 就是站在台上面這樣 今天邀請你來 所以就是希望可以吃飽 好那我們就先開個火好了 那BOSS當初是怎麼踏上喜劇這種 就覺得自己很好笑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不是一起在那個乾杯吧 你家蠻傳奇的店鋪啦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話 但你現在Google會發現 底歇業 底歇業 永遠停業 那那邊就是一個長壩潭 你也知道 然後就是我們平常都會逗客人消這樣 對啊 然後久了久了就有客人覺得 我這麼好笑你幹嘛不上台 然後就覺得自己很有自信 然後我就上台了 對 後來發現 好像有點被騙了 那你有想過那個客人其實只是說 只是希望你趕快不要在他面前 有可能 有可能 趁讚你說可以去講 對把我講完之後 會很想回去扁他們 還好那個客人 沒有啦 我有回去感謝他們 對啊 沒有他們我應該也不敢 不敢上台講 那BOSS還記得就是 你當初被說服去講脫口秀 第一次上台的那個感覺 想死啊 我說真的我那天 我那天講到第三分鐘的時候 現場還是安靜 然後我就真的在想要不要表演吞牌的頭 真的就是這樣 然後五分鐘完全沒有人消 完全沒有 然後就這樣安靜結束 你有來看過對不對 可是我是後面幾場嗎 我記得 沒有我只想提醒你 那天我很厲害而已 那天我真的超好笑的 所以這是冬季才限定 可以先喝看湯 喔現在可以先喝湯 那我就先喝湯了 喔 好 還不錯 好好喝喔 我的也滾了 這很適合 就是宿醉的時候來 你剛好因為我昨天也喝到草莎這裡 那我們就繼續問囉 就是你在上台前會做什麼準備 我說一個認真的 我說一個認真的 那你一定覺得我在湯城 你說 我會看鏡子說武士你好嗎 真的 這是真的 因為我喜歡講那種很觀點型的東西 所以我會蒐集滿多資料 蓋導演說 你的瀏海遮住你的帥臉 你有聽到這句話對不對 我沒有聽到 你有聽到 哈哈哈哈 你覺得他很濕欸 你要不要再多喝一點水 對啊 好 我感覺到了 很濕嗎 有一點 你知道我怎麼喜歡說觀點型的笑話嗎 為什麼 因為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介紹這件事情 我家是一個很衝突的家 我爸爸是佛教然後媽媽是幾乎教 這真的 他們兩個怎麼結婚 你說疑似嗎 對 誰管他們 就是他們就結婚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 家庭觀念一直都很衝突 我爸是傳統的大男 媽媽是母系社會的阿民族 你知道這代表什麼嗎 代表零用錢有1.35倍 知道為什麼沒紅了吧 沒有反正是我覺得 如果 我家這麼衝突的環境 都可以和平相處 為什麼現在社會上 可以有這麼多人互相罵來罵去 所以我想 用幽默的方式 把這些觀點 傳達給大家 對啊 或是現在很多 定義都在亂定義啊 很隨便 比如說我最近在寫一個很酷的 你說 我最近在寫我覺得高的浮球不算一個運動 厲害了吧 你看籃球然後每個人累得要死 然後一直跑來跑去 但高的浮球可以站在那邊這樣 對就這樣 哼 蹦 然後 籃球一樣 這肉好漂亮 肉可以沾這個 那個 那個 這叫什麼 碰觸醬 對 碰觸醬 可以試試看 那我是要把它攪在一起 可以嗎 蘿蔔泥跟碰觸就是把它攪在一起 我們兩個看起來超笨 我們突然錯誤穿業了 這邊講一個有趣的事情 如果你覺得 好笑的話 你就送我一片那個 看起來很 很漂亮的東西 我朋友前幾天 他就陪一個失戀的女生喝酒 在公園 然後喝很多這樣子 然後也哭很多 然後地板都是 就是 就是很亂 然後那男生就說 其實你可以盡量講 我可以當你的垃圾 然後那女生就 說那你把地板收一收 這是真的 那是不是很好笑 那你送我一片 粉紅色的那個 這真的好漂亮 那個很好吃 而且我剛才沾 這是什麼白芝麻醬 白芝麻醬 我滿知道 那時候跟他喝酒聊天的時候 他其實有一個關於我們就滿熱的 他就是說反正人生 就是 圖一個荒謬 人生就是圖一個 好笑 對然後所以我每一次 不管 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都可以玩到 徹底的 瘋 我目前覺得我幹過最荒謬的事 就是 我到現在 還在做 單頭進去 突然感人對不對 突然把他怎麼貼對不對 很立志啊 現在官方也 很立志啊 沒有因為我覺得我認真 認真講一件事情 雖然 我長得沒有那麼認真 但是我 我認真跟你講一件事情 我覺得 現在最值得做的事情就是 所謂 蠢事 蠢事 對我說的蠢事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酒駕 那種 那種該死 我說的蠢事是 大家不太能力的事情 比如說大家聽到下一次會跟你說 蛤 就是做那件事就對了 比如說 你想做攝影師 你現在還在想做攝影師 對不對 你現在去跟其他人講 他們會說 蛤 或者是我現在跟人家說 我想變得很厲害的戲劇人員 然後像 來像波恩 我這樣 他也會說 可是我覺得 現在就是做這種事就對了 而且 他最後會不會變成蠢事 是看你有沒有真的 精進自己嗎 比如說 追女生 就是 跟一個女生說 我喜歡你 那個女生說 蛤 然後你就繼續追 對啊 但不是跟他回家 就是 就是 你如果一直保持在精進自己 去追那女生 就算你們沒有在一起 你中間都成長很多 是不是很激勵人心 就跟我今天來吃這個延曲鍋一樣 就你那時候秘武說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黑毛屋吃飯 我說 好 然後你說 但是延曲鍋 我根本不知道延曲鍋是什麼東西 可是 我跟你說 真的真的 今天我吃完這個 我 直接變延曲鍋的粉絲 我相信乾杯 集團在研發這個鍋物的時候 他一定是 很精進 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可能一進老黑毛屋的時候 我們不會在 最明顯的菜單那一夜 你懂嗎 我們可能不會像 酸酸鍋或壽喜燒之類的 一眼就被別人看了 就跟我們一樣 像我也沒有這麼有錢 然後像你 顏值也沒那麼高 就是我們第一眼 我們第一眼是不會被別人看的 對沒錯 可是如果 然後精進自己 總是會被別人吃到 然後變好不敢 這蠻厲害的 這是我對黃柳皮 就是我覺得 只要好好做 自己覺得 熱愛然後 自己喜歡 這樣就好 就好好做自己就好 總會有人看到你 所以凡時做這個 副火秀演員 多久的時間 兩年多 那我中間有停一年 對啊 那時候 比較多事情 其實很妙 就是你上台 你自己心情是怎麼樣 其實觀眾是感覺得到 你緊張或者是 你根本就不想講 就乾脆就直接停一年 這樣子 這個柚子服比較醬好吃 還是換我訪問我自己 對啊 所以23喜劇是什麼勒 23喜劇就是 反正是喜劇俱樂部啦 對啊 剛才沒提到對不對 台北現在也蠻多家喜劇俱樂部 基本上123456都有 OpenMind OpenMind就是 素人 都可以上台北 不管你有沒有講 反正你有報到 通常都會在你的 粉絲專頁 比如說23有23粉絲專頁 然後你就固定時間上去報 一報到了 你就可以稍微講5分鐘 我記得我們都從這邊開始 是有一個主持人 也會有主持人 會有主持人 也會有主持人 會串場 喜劇俱樂部的主要收入 就是靠演出 就是演出 演出 就是演出 所以你要一直累積到 有辦法 一定的人麥 對啊 一定的人氣 才會接到 一定量的演出 真的要 多一點在 網路上的 聲量 對 也不是聲量啦 就是 一直保持讓大家看到 這個 曝光度的意思 曝光度 曝光度 對對對 哇 哇塞 我連曝光度都講不出來 我今天講的最好一句話 竟然是曝光度 對 已經講了 已經半個小時 講過最好一句話 竟然是曝光度 對 伯恩絕對是 台灣的話 伯恩絕對是 第一 再來籠籠 伯恩籠籠 我覺得就是 不一樣風格 但是喜歡 程度一模一樣 我希望大家可以 嘗試著去接觸 這個 這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對笑話的低音 會是那種 可能網路上 下面留言兩句 大家會覺得 這個很好笑 可是 其實你認真去看 像你有去看過 單口洗劇真的是用五分鐘 去結構一件事情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可以嘗試去聽聽看 這個市場會越來越大 當然我知道演唱那些做得很好 可是還是有很多 脫秀演員也是 蠻努力也蠻厲害的 我們最最終節目力就很簡單 是讓 聽的人開心 然後是笑出來的 今天節目也差不多到尾聲了 蠻榮幸可以邀請 BOSS 今天是用全新的身份 不再是 BOSS Solo點點 而是BOSS 關閃了 喜劇演員 我目前都是在 23 喜劇在OpenMy比較多 然後 禮拜二 禮拜四 禮拜五 不定時 會出現 然後我都會 在我的 Facebook 或 IG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或是想要聽到我們介紹什麼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 然後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閃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掰掰 B 有人這樣子喔 B 我有個朋友 是認真的 你也認真的 他真的是小拇指受傷 就腳的小拇指受傷 然後去腳底按摩 然後問那個師傅說 那我這樣可以打九折 因為他只有九根 好卡掉了我知道我錯了